嗨,我是健平,又到了基础的基础单元 很多人想学绘画,但是基础还是不够熟悉 所以呢,我录了一系列的基础的基础教学影片 来帮助你呢,可以进入绘画的世界 喜欢这类型的影片,赶快给大家订阅下去哦 我今天呢,要来分享在素描当中好用的明暗三灰阶 那我先来讲一下,什么叫做明暗三灰阶呢 当你刚开始学素描的时候 老师呢,一定会要你练习正方体 那么为什么要练习正方体 因为正方体里面呢,刚刚好在一个角度里面 会有三个面 原则上你应该看不到四个面 正方形在转的时候,你最多应该只能看到三个面 那这三个面呢,我就可以把明暗三灰阶放上去 那例如太阳从这边来 太阳从这里过来 好,那么同学猜一下哦 哪边是最亮 最亮的,如果我们一二三 有三个面的话,哪边最亮的 一是最亮的 然后接下来是二 接下来是三 那这三个的话 那这三个的话 如果我刚刚讲的明暗三灰阶的话 那这边就是最暗的 这边就是最亮的 我们试着把它着色看看 好,比如说 这个是第一亮 这个是第二亮 那第二亮的话 我打两层 好,第三个呢 最暗第三亮 所以我打三层的排线 好,代表 第三亮 好了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是一个明暗三灰阶 再加上我们的阴影投射 好,比如说 光从这里来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阴影投射 好,阴影投射到这个位置 好,这边会有一个阴影 这样子 好,那这样子的话 就简单的一个立体感的块状 正方形就出现了 好,那阴影的部分呢 我就不在这里多说 那阴影的部分 在基础的基础的第三集 我有教影子的画法跟原理 那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看看哦 好,那当你学会了这个正方形 明暗三灰阶 那然后呢 我们如何把这个三灰阶 运用在每一个物体上面 那这个三灰阶的进阶 我们来试看看原柱体 好,一个原柱体 你会说 诶,老师 正方形有三个面 原柱体目前看到只有两个面 那怎么办 我们明暗三灰阶怎么用上去呢 好,很简单 呃,其实在这一个转面里面 在这一个面里面 它其实呢 有角度的 会转弯的 那它这个面 就跟这个面很像哦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一个面 就跟这个面很像 好,那我们把一二三标上去的话 就会是 一样 太阳从这里来 就会是一 这边写三 然后这边写二 这样对不对 好 好,这个交界怎么办 好,那这个交界的话 我们就会做一个融合的动作 也就是一跟三 会有融合的动作 好,举例哦 譬如说 我现在用排线 刷一 好,刷一对不对 好,那我们这个三 这边会刷三层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里刷 这边一了嘛 二 好,我们顺着这个 纹理走 这个弧度走 二嘛 对不对 好,我们再刷一个斜的 三 三 好,我们这里已经刷三了 对不对 好,那 一跟三这中间呢 有一点点落差 就是颜色差太多了 怎么办 我们补二 让它一、二、三 可以顺过来 那这边是二嘛 对不对 一、二 然后呢,一样再把这个阴影的部分抓出来 好,这样子的话它就是一个变化式 一、二、三的变化式变成一 我这边应该写二 一、二、三 然后这边是二 这样子 对不对 最后一个 也就是大魔王要出现的 就是圆形 圆形呢 它是融合了这个一、二、三 但它变化又更多 所以我们称它为大魔王 终极的融合 那一样我们把太阳抓出来 好,那太阳一样是往这边走 那一标出来 一 然后 我们说它有一个弧度 对不对 对,没错 它有一个弧度 二 这边是三 对不对 好,然后我们说这边是二嘛 二 好,所以二 二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一在这个位置 三在这个位置 好 那二的话 这边跟这边 这一条界限也融合了 好 那所以呢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 好 二的位置 我们把它标出来 它大概会落在这一区 二 三 三 会在这里 好,那因为它是圆形的关系 好 它往这边走 然后这边又往这边走 它是圆形的关系 所以它的阴影 好 也会跟着圆形走 所以它会走成这个样子 越来越这样 然后过来 然后越来越这样 它里面虽然说我们学了这个明暗三回接 但是你一定要配合这个阴影 好,一定要配合这个阴影 所以还没有看过的 赶快去看一下 那你就可以互相运用的非常棒 这一二三怎么弄呢 我们刚刚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开始着色 好,这个一二三 我们先从一嘛 对不对 一 好,我们先把它整个刷一个一好了 因为它是融合的 好 然后二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所以我们二 我们换一个方向 二 好 二 然后我们进到三 因为呢 三 它又 多了一个 其他的角度 三 好,三 就在这一区 二 就是这一区 一就在这一区 这样子的 一二三 它就是融合在一起 二也在这里 二也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一 一 因为它已经变圆形了 它就会有一个 最 最 顶端这里 最亮 然后 顺着它的角度 它就有一个这个弧形出现 我试着把这个透视画出来 然后呢 你就可以顺着这个 最深 然后中间色 然后 然后顶端 这就是明暗三灰街 好用的地方 当然 再加上影子 就更棒了 影子也是圆的 所以 这个部分的话 你真的要去看我的那个影片 你才能够学会 哦 这很重要 好吧 这 你趕快去看 好 当你学会了明暗的一个分布 有正方体的 有圆柱体的 好 有圆形的 那当然 可能还会有三角锥的啦 或者是其他的形状 那这些形状呢 摆在同一个画面里面 他不管是分开版 或者是他们把它组合在一起 你自然而然 每一个角度 每一个物件 单独看 你就可以看得出明暗三灰街 每一个物体都有明暗三灰街 在组合在画面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幅画了 物体跟物体之间 他们彼此还有其他的关系 那你一样可以用明暗三灰街 再去细分 那这边的明暗三灰街 跟这边的明暗三灰街 可能他的灰街会不一样 我们当然就可以更细腻的 去讨论说 到底这个深还是这个深 然后 或者是 我们是不是光源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边更深 然后这边比较浅 然后这边是第二浅 之类的 你就可以有更多更多的变化 今天的明暗三灰街 你学会了吗 非常好用哦 好 要反复的多练习 那如果还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留言给我 我会回答你 好 别忘了帮我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你才不会错过我新的影片哦 然后帮我分享给你喜欢画画的朋友 相信对它一定非常有帮助 好 我们基础的基础单元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